假设有一间公司 它的客户是台湾地区的前一百大企业 不过后来因为营运得当 公司成长 它的客户变成是全球前一百大企业 那么如果用80-20法则来看 这个公司的不同时期 会有什么发现呢 我认为应该会发现 不管在任何时期 公司主要80%的收入 都会是来自于前20%大客户的购献 这是因为80-20法则 在统计之前就已经先对客户进行排序 然后总是拿最前面的20%的客户 跟后面的80%进行比较 所以就永远会得到这一个相同的结果 换句话说 就算辨识关键任务 以及进行时间管理 能够提升公司的产出 服务更多不同的客户 重要的客户跟公司主要的收入之间 这一个20%跟80%的相互对应 关系还是不会改变 而且这一个20%的客户跟这一个80%的收入 两者分别来自于不同的分母 单位也不一样 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一个背数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20%的客户跟80%的收入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明确固定的杠杆关系 针对80-20法则 我个人最常遇到的运用是产品的不良分析 比如说 现在有100个某项产品的返修品 而造成这些返修的原因跟数量分布 则是 收到这一组数据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针对返修的数量 由大到小进行排序 然后就会得到 A B C D E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接着 依照这个顺序 在针对不良数量所占的百分比 进行一个雷加 然后得到 A 81% A加B 93% A加到C 97% A加到D 99% 最后是A加到E 全部是100% 最后 在针对不良数量 以及雷加的不良百分比 汇知出长条图 以及曲线图 就完成了不良分析的初步统计 在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统计结果之后 如果又发现 在解决每一个不良所需要的资源是相等的话 那么就应该优先解决占比最高的A 这一个不良 因为解决A 这个不良 可以直接减少81%的返修数量 那这也是80-20法则最常遇到的应用 接下来 让我再回到一开始所提到的 不论是公司或是个人 都应该提拨20%的资源 投入到技术研发 或者是个人成长 这一个部分 假设 现在有一个人 每天需要工作8个小时 才能维持正常生活所需 那么 这个蚂蚁策略就会建议这个人在下班之后 应该另外花额外的两个小时 来进行个人的进修 假设一个主管的工作 可以被简单的分成为两大类 第一个是 规划部门工作 以及设计跟调整组织 第二个是 分派工作 并且针对工作的授权 人或外包进行管理跟考核 那么 这两种工作之间的时间分配 就可以参考 80-20法则 至于个人进修这个部分 如果以80-20法则来看的话 那么 最后真正能够对未来产生实质效益的 应该也还是占极少数 所以 个人进修这个部分 应该还是要配合兴趣 才能够持续 并且经得起各种挫折 以及失败的考验 以上这些时间的分布或分派 还能够整理成一个三阶的表格 其中的第一阶跟第二阶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内容 而第三阶则是第二阶的一个展开 如果以80-20法则来看的话 那么 第二阶的工作规划 就能够被细分为 极少数的主要计划 以及其他的配套措施 而 执行跟管理工作授权的这个部分 就也能够再被细分为 极少数的主要任务 以及其他的一般事物 这个表格 因为使用的80-20法则 这样子的一个假设 所以其实这个表格里头 所有的数字 就都只有一个象征上的意义 不过 这并不妨碍这个表格 想传达的一个重点 那就是 为了个人质疑来的永续经营 你应该持续的进修 不断的投资自己 并且以兴趣为后盾 面对未来的各种可能的挫折跟失败 最后 再针对以上的内容 进行一个总整理 首先 如果以产品的不良分析来看的话 80-20法则 只不过是 针对某一个资料 进行人工排序之后 必然出现的一个结果 而处理已经发生的问题的时候 80-20法则 这是可以被拿来当作 分配资源的一个准则 再来 时间管理其实只是提升工作效率的 一个概念跟方法 他虽然也教你 只做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他跟80-20法则之间 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 最后 为了个人质疑来的永续发展 你应该以兴趣为出发点 持续的自我进修 不断的投资自己 并且勇于接受 可能的挫折跟失败 以上是这次影片 所要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工作愉快 咱们下次影片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